好玩好玩,华晨宇鸟潮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了,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?这可以千年难得一日的鸟潮演唱会啊,全都是顶级,才灯光到设计,再到演唱,华晨宇为了这五年之约,可谓是耗尽了心血,而这次鸟潮团队也非常豪华,相仿非常著名武美设计师,来设计的这场演唱会。 灯光师是2008奥运会国宝级人物,内地资深音乐人隆隆,为这场演唱会保驾护航,可见华晨宇的鸟潮团队有多豪华,但华晨宇此次的演唱会门票一切为粉丝着想,最低票180,最高票才1000多一点,可以说这场鸟潮演唱会,是华晨宇请歌免听的,赠送给他们的。 这也是娱乐圈少有的福利,大部分明星还是以利益为主,也有粉丝说,不知道这次献华晨宇多少钱,要知道华晨宇能把票价压这么低,是做出了牺牲的,答应了公司非常的商业演出活动和一些综艺节目。 本来华晨宇是不用接那么多节目的,但为了粉丝,为了票价,为了粉丝,华晨宇是真的拼了,但也赚了人品。 毕竟华晨宇也不缺那点钱,他老爸是做银矿生意的,完全出得起演唱会亏损的钱,虽说这次演唱会是亏本的,但华晨宇的身价却高了,但代言的商业广告也更值钱了。 而此次演唱会更是惊喜不断,没了网络直播,惊喜不惊喜,估计没抢到票的粉丝要哭了,鸟巢进不去,直播还不让他,这次演唱会更像是一场豪华盛宴,连许多明星都纷纷想买票去看华晨宇演唱会。 还有一个惊喜是华晨宇要在演唱会上唱他的三首新歌,三种不同类型的歌曲,这周五的明日之子也是直播,但因为华晨宇要彩排的原因,华晨宇也不能到现场了,但这一期杨幂会过来现场,华晨宇秒朝演唱会糟心疼,全是顶级粉丝,这次亏大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